为了增加房屋供给量以及让民众都买得起住宅 主打生态及黄金绿建筑的板桥福州合一宅 以及离台北车站仅仅20分钟通勤路程的林口合一宅 看似优质也引来热烈的讨论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民众看屋又会在意哪些点呢 透过大数据分析带您一起来了解 从2018年4月份到6月初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到 当中4月到5月的升量变化 板桥福州合一宅从122掉到22 而林口合一宅则是从36提升至136 板桥福州合一宅4月拥有较高的升量 原因出在当时开始出现墙变军列等居住的安全问题 民众纷纷退房 在网路上也掀起讨论 而林口合一宅则是在5月爆发污水排放 影响到新庄水源第一室 引来网友的讨论以及踏伐 而从4月到6月的口碑分析折线图当中 可以发现林口合一宅的讨论度起伏略为明显 5月23日的升量更是飙高至166 正是因为发生事前没有将污水处理厂纳路考量 直到住户入住时 才发现排放的污水害得新庄水源地受到污染 引来网友的一片责骂 在之后的6月6日也因为营建署 开始着手处理污水的问题 升量高达至136 然而民众是否满意呢 从正负情绪比来看 林口合一宅在三个月内没有太大的变化 结尾持在0.5左右 满意度也并不是很高 反之板桥福州合一宅的变化却相当的大 4月处于卖房以及广告阶段的板桥福州合一宅 吸引大众热烈讨论 正负情绪比来到了2.69 而5月则因为过多的宣传 反而让民众感到反感 下降至0.52 但为什么后来在6月爆发 改建套房魔力事件 以及公安出现疑虑时 正负情绪比还可以回升到1.5呢 原来原因就是改建套房事件爆发之后的两周内 建商与设计部门有积极改善 并且完成所有防护门的修缮 因此整体来说没有太多不满 社群上的曝光率 其实两种合一宅没什么落差 而林口合一宅却因为重新建时 就夹杂着许多问题 例如窗户漏水 墙壁军裂 又或是住户控诉偷工减料 等等的负面消息 在新闻曝光的比例上 多于板桥福州合一宅 若将两种合一宅分开来看 板桥福州合一宅因墙壁军裂等问题 在5月有进行二次出租 所以升量是比4月来得要高 而高点则是落在6月爆出 违法套房出租事件 尤其是因为今年2月的花莲地震 漂亮旅店的老板擅自改建 造成大楼结构改变 也让民众更加注意到公共安全的重要 板桥福州合一宅的违法套房出租事件 就让人质疑这样是否还安全 也批评这样的作为 根本是破坏了原先政府新建合一宅的本意 而林口合一宅的核心问题就是污水事件 污水影响范围遍及到南新庄和桃园 年底大选也快到了 新北市市长候选人都把此项议题作为政见 变成政治人物口中打击对手的最佳主题 也就是因为这样在媒体曝光率上大幅增加 在六月份的高点反而都不是解决排污水的进度 而是都跟选举相关 问题这么多 讨论那么多 到底民众看房最在意的是什么呢 从数据分析下来 可以看到合一住宅最受到讨论的主题为 交通以及政府政策 林口合一宅因临近机场捷运A7站 随之而来 机场捷运套票 交通费等等的讨论也相当多 大选将近政策方面也受到民众的关心 包含林口合一宅的污水处理场 以及板桥福州合一宅的分科套房事件 之后会如何处理 些为民众相当关注的焦点 记者王波亚 黄雨谦 宋子怡 黄志玲 陈珊珊 综合报道